真的能够把伦长道的守住 这也就是德行 生死了 来生的时候肯定比这一生要高了 他提升了 如果忍不住在去偷袭做犯罚的时候 你来生是往下堕落 你要是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你就不愿意 冻死我死 我也不愿意偷窃别人 这个道理只有佛法律讲得清楚 儒根道也讲 没有佛经讲得这么明白 神仙的教会 佛菩萨的教诫一定要遵守 否则的话 像经上所讲的 给众生结了愿怒 生生世世 永远都扯不清 古报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在安事全书 他这本书 映光大师赞叹 静一百年来 最好的一部书 这部书 大概是有 一大半是文昌帝君 英之文的注解 做得好 收集的案例 非常之多 跟这个感应片 会宾 类似 它有四部分 第二部分 万善先知 专门劝 专门劝 接杀 第三个部分 月海回框 专门劝 借邪淫 你看 一个杀 一个淫 万物之首啊 最后一部分 分量不大 劝大家修净土 西归之之 印足在世 一生 可以说是 极力提倡这本书 他自己不能讲经 请法师将印之文 按斯先生说 人人信因果 天下大智之道也 人人不信因果 天下大乱之道也 所以我们知道 祖师一生的用心 拯救 二十一世纪的 社会 今天社会的状况 他看到了 那么一看 这本书展开 你就看到文昌帝经 说他自己 是切实的应酷 说得很详细 你要是看到这 渊渊相报那种 嗔恨心 最后遇到佛法 觉悟了 明白了 才放下了 否则的话了 很可怕 值得我们警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